大家早安 欸其實現在好像已經不是早安了 應該是午安 大家是不是想說昨天影片 不是說要早起坐於家吃早餐整理房間嗎 後來整個大失敗 是有原因的 其實我今天後來睡到大概11點半才起來 然後現在又是一個迅速要化好我妝出門的節奏 因為其實平常我媽來她都是跟我睡 她說我媽最近睡覺就不知為何很容易做夢 就晚上睡覺會發出來非常多聲音 所以我媽原本就問我說還是她昨晚可以去睡明迪房間 後來她還是跟我一起睡我房間 可是真的昨天睡到大概快5點的時候就被我媽嚇醒 而且她晚上睡覺的時候超級多動作 所以我就默默的去明迪房間睡覺 然後後來一間房間之後呢都睡不著 就我大概5點半過去我姐房間睡 然後大概早上快8點我才睡著吧 後來呢就是要11點半 然後早上就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可以擁有一個雙人床自己睡 一直以來都是我的夢想 因為以前我跟明迪就是兩個人睡同一間房間 然後單人床 然後出去念書的時候也都是睡單人床 上海住了之後就擁有自己的房間 然後擁有自己的雙人床 而且我剛獲得雙人床的時候 我還很堅持我一定要睡正中央 可是像我姐她就是說她還是會習慣 可能睡右側或左側 其實我也蠻好奇如果大家自己睡雙人床 都是會睡中間嗎 然後媽媽邀約我跟她的同事們一起去吃下午茶 我們要去吃TWG 其實我記得我非常非常久以前 我吃過他們家的蛋糕 然後我也是覺得省好吃 所以我非常期待 然後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用的眼影盤 就我今天用的眼影盤是一個台灣的牌子 這個叫做Q Heart 它有兩盤 我今天用的這一盤是 Maple Syrup Black Tea 就是一個比較偏紅色系的 我覺得它裡面這個酒紅色的這一顆 酒紅色的這一顆眼影超美 你看 是不是超顯色 而且其實我覺得它不太會肥分 就我覺得目前用起來我覺得還不錯 我真的覺得台灣現在真的有很多本土品牌 我覺得都非常厲害 要迅速換衣服我就要出門了 然後等一下就帶大家一起去吃下午茶 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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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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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大家我到家了 然后在妈妈的三催四寝之下 我终于要开始整理我的房间 三催四骂 对三催四骂 就是一个非常凌乱的化妆桌 大家说每个女生的房间里 都会有一个堆满衣服的椅子 就是这一张 然后这一架呢 其实是放一些平常可能外出穿过的衣服 然后想说先放在外面再收进去 可是就是一直没有收进去 就是这一个衣架就是一直越挂越多 就非常的可怕 然后还有双十二的粘粒品们 就想说趁新年前把房间打扫一下 希望明天回来也会跟上我的脚步 好好整理一下房间 今天晚上妈妈又要来教我煮麻油鸡 就是我们近期冬季非常常吃的一个料理 非常好吃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学会怎么做麻油鸡 好我们今天来到了金姐的厨房小教室 因为本人的母亲喜欢大家称呼她为姐 觉得跟我们比较亲近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先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食材有什么 今天要煮的就是麻油鸡 非常适合冬天吃的一道料理 就是女生可能身体比较寒嘛 所以就要吃麻油鸡 短短身子 而且这个料理非常简单 因为妈妈教我的方式只需要有电锅就可以做 所以你就把所有的配料都准备好 丢进电锅里面 过了两个小时之后 你就会有非常暖呼呼的麻油鸡可以吃 因为是麻油鸡嘛 所以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就是 基本人 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姜 可是我们这次买的是生姜 如果大家可以买的到老姜 就建议大家就是买老姜 然后把它切片 然后接下来两样东西很必备的就是 料酒 如果你在台湾的话最好是买米酒 米酒对 对 可是如果你买不到米酒的话 料酒也OK 因为我们近期都是使用料酒 然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 黑芝麻油 一定要黑 就是不能买芝麻油 要黑芝麻油 好不好 就只要有这四样的食材 是不是很简单 那就可以做出麻油鸡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制作的步骤 水已经微滚的时候 就要把鸡丢进去 把这个鸡它上面的血水全部都煮出来 菁姐 它传授了一个方法可以让鸡肉非常的嫩 就是当微滚的时候丢进去之后 好 先丢进去 动作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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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烫 那我觉得可以 现在可以关火了 这么快 可以关火了 这么快就关火 快快快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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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菁姐说 水滚了之后 丢进去 马上关火 然后你就稍微让那个鸡在里面 然后让那个鸡的表皮看起来 好像有一点点熟的感觉 这样你的鸡就会非常非常的嫩 给大家看你精彩 这样鸡肉表皮就好像有一点点熟的感觉 这样就可以拿起来是不是 对 稍微 撈一下 OK 你看这个表皮有个白白的 就是这些脏污 把它弄出来 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要即将来爆香 我们的姜片 这个姜呢 已经切成片了 然后我们要使用的 不是油哦 我们要使用的是 妈妈刚刚再三叮咛的 金姐 金姐再三叮咛的 黑芝麻油 不能芝麻油 也不能香油 只能黑芝麻油 黑芝麻油在里面 好妹妹我觉得我可以开小一点 然后把你的姜片铺均匀在这里 切芝麻油上 OK把姜片铺均匀 对姜片有点微卷就表示可以了是不是 对可是好像你切的厚度 有点厚是不是 蛮标准的啦 怎能怪姜?不能怪你 我刚想说 你没有跟我讲 你没有跟我讲说 姜片要切薄一点 我就很随性的切了 我觉得好像厚到 有点不会卷去 所以下一步是加鸡肉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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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ght 它这样炒到什么程度 鸡肉有点 微熟的感觉 就是一半就可以放着 嗯 它放多少 平感覺 可以了 哇真的是平感覺 這是一個沒有 一個沒有依據 然後不計成本 就是沒有依據 就是反而灌碎就對了 這樣可以了嗎? 我覺得可以了 反正用電鍋把它煮熟 看起來肉外面都是白白的 沒有紅色的就可以 所以這個步驟只是讓雞比較入味一點 對 好那這時候就把雞 移動到電鍋裡 好現在鍋子不要馬上 拿去 放在原來位置 把你要加進去白開水 倒在這鍋裡面 喔就是洗一下裡面的味道 對 好就把它放進電鍋裡 所以設定給我看喔 大概1.5會講 包湯喔 好那我們就等待等一下的產品 整理好房間了 桌面有沒有變得很整潔 登登 而且你看喔 就是現在化妝品 終於有點分門別類的方 底妝類 希望我可以維持一段時間 不知道多久會把門弄亂 那我們就完成了我們今天的 菁姐小廚房 麻油雞 我先來為大家試試一下 我剛剛先偷喝湯了 我覺得湯非常的濃郁 可是我覺得好像可以再多加點那個 椰 香油 黑芝麻油 對黑芝麻油 那我來吃吃看這個雞肉到底嫩不嫩 好媽媽的建議是 你吃這個雞肉可以沾一點點醬油 太嫩了 超嫩 超嫩 這是我今年吃過最嫩的雞肉 這好像不是我第一次吃 今天是你自己做的 成功就對了 欸很嫩欸 非常溫暖 因為今天上海非常的冷 然後今天上海要下雨 非常推薦大家在這麼冷的冬天 可以做給媽媽爸爸姐姐妹妹弟弟跟好朋友吃 或者是你們聖誕節跟朋友聚餐的話 你也可以煮麻油雞 就別有一分風味 不一定要吃西式的 中式的也非常好吃 歡迎大家就是使用菁姐的食譜 試做看看這個麻油雞 如果成功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Maybe之後菁姐也會有第二集 她的菁姐小廚房 會跟我們分享一些新的料理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say goodbye 囉 掰掰 感謝媽媽今天的加入 雖然媽媽不願意入境 不過媽媽的聲音也是蠻好聽的 掰掰 掰掰